《鬼滅之刃》剧场版已经上映超过一个月 令官方愉悦的观影人数与票房成绩出现后 他们要考虑当然是继续维持上映热度 毕竟根据官网派发的特点时间来看 该剧场版的放映时间至少持续到明年一月份 也就是相当于让剧场版放映三个月或以上 由于《鬼滅之刃》已经成为日本现象级作品 已经看过一遍的人会是相当大的一个群体 如何在这长达三个月的放映时间里继续吸引观众观影 那就是利用官方限量发行的特点 而且针对的是东西粉丝人群为主 一般人大概看一两遍就不会再去看 更不用说是以特点作为多刷理由 官方考虑票房收益 但整个日本乃至生活在日本上面的人 要考虑的事情是近一个月不断攀升的每日新增新冠病例 从10月中下旬开始至今 日本每日新增病例虽然上下波动 但整体是趋向增长 进入11月后每日直接破1000乃至2000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图可以看到 这算是第三波疫情来袭 增长趋势远高于前两波 而且还破单日新高 难道这就不会让当地人担心 还是说学劳没以气疗的想法 而值得让人注意的是日本每日新增病例增长时间段 与鬼灭之刃上映时间段略有重叠 也就有了日本网友不断热议的话题 官方公布观看剧场版的人数近1800万人 在空气不流通的影院里每一场次都聚集那么多人 难道不正是导致病例不断攀升的源头吗 这波肯定要鬼灭之刃来背 尤其是近日在日本不断突破每日新增病例记录后 众多日媒或网友再度围绕鬼灭之刃 是否引起病例增长的万恶之源进行讨论 直接吐槽鬼灭之刃是飞沫之刃与传播病毒 在鬼灭剧场版上映开始 许多人看到票房成期优越 当然会想到底有多少人冒着风险去电影观看 难道真的不怕传染之类的舆论声音一直都有 不过 多数日媒围绕剧场版所引起观影人数 票房成绩以及现象进行报道 很少会针对性的把鬼灭与疫情增长放在一起讨论 如果这样做会引起粉丝不满以及不必要的恐慌 而且肯定会给影院带来不良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那张数据图里 第三波真正开始爆发的时间是进入到11月后 剧场版上映的前两周多时间里每日新增病例几乎低于700人 这与未上映前一个月的每日状况差不多 但别忘了病毒存在潜伏时间 平均三天到三周左右的范围 所以并不是去场版上映第一周是增长爆发期 接下来的第二周或第三周之后才是关键 这一点与数据图增长趋势不能说完全吻合 只能说比较接近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已经对每天几百例的数据麻木了 反正换作我们的话 那绝对是无法淡定下来 更别说让我们去电影 就算免费去看 我们都不想添乱 当数据已经不是当初他们麻木的三位数时 网络舆论声便再度掀起 虽然影院方表示已经做好所有防控措施 量体温 频繁消毒 禁止食用 间隔错等等 但实际上如何看管好一群好动的孩子才是真正难题